陈时中 陈时中 陈时中参选声势看掌 连续几天参拜庙宇 党籍议员参选人紧跟在后 加强陆战与空战 陈时中经营个人粉丝专业 从脸书菜鸟起步 个人的脸书上经营确实是没有经验 但是呢我会学习 快速的学习滚动式的检讨 能够跟我们的相关的市民 能够有更好的沟通 政府的防疫表现 而国民党立委张启臣公布网络民调 超过五成民众不满政府防疫表现 对手陈万安也再批陈时中防疫不及格 陈时中的防疫成绩就是不及格 我想这个是已经全民的共识 我想这是可以大家公平 不过我还是要讲 我还是要坚持 我们防疫的成绩至少有75分 那讲得比较好有80分 那持续我们指挥团队会持续努力 这不是说 我先说不是这样 说一说自己这样 这世界都有在评比 世界上的公共卫生史上 将来也会记上一笔的 蓝白猛攻陈时中防疫不利 跟陈时中先前为万华破口说致歉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批评陈时中 为选票才向万华人道歉 三村市长如果记得在那时候 大家最辛苦的时候 相关的病人没有办法容纳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有的我们集中检疫所 立刻来帮忙 强调对抗疫情不分中央地方 陈时中采取阿中模式打选战 争取首都市民认同 新唐力是台北中华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